主持人說 講這部電影 我想提回以前一個相當之我自己年青年代 都有跟過一些文學著作 這個很典型就是六十年代英國他們有一個新的運動 就叫Angry Young Man 憤怒的年青人 專門講一些無產階級的問題 當時有一兩部電影相當精彩 《長跑者的寂寞》 就是類似的情況 一個年青人基本上沒有出路 他靠什麼呢? 其中是靠長跑 跑出自己的天地 最後還有一個悲劇收場 我忘記你有沒有看過另一部電影 就是《The Who 》 做監製的電影 《Cortofinia 》 記得嗎? 《崩裂》 《崩裂》 你也有看過嗎? 當然有 很多當時的英國的男歌 他也是在討論在英國的文言 但是拍到大概七十年代之後就沒有以為計 直到Ken Loach 就可以說 這個新火相傳到現在還在頂著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學識 也知道美國的文化那種進程推動 你會看到他對兒子 大兒子 浪漫不多 但是這東西都變成了 好看就是在於那裡的東西 因為他這個兒子 你會看到一個傾斜少年 我覺得他最大的悲劇 就是活享這個時刻的少年 如果他活享你剛才說的那個年代 他有自己出路 因為那個《Stand up balance》 全部都是因為 我們都去找我們自己的世界 創造業的 還有變了很多Superstar出來的 就是那個時期的那種引爆 就是找回自我那種生存的那種本能 那種價值 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英國實在好一點的導演 其實都比河里會吸納了 是 那如果是Ken Lo出來死都 就是靠回到英國那些 他們自己那些 英國的電影學院 就是他們去融資 他實際上是這樣的樣子 我想英國電影 他有一種尊貴 亦都引成了一種傲慢 就是他們都會覺得 無論怎樣也好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叫做成就上 文化那方面來說 他們是超越了美國的 那麼 即是 美國的吸納 你看到財政夢驚雲 都覺得有精彩 他很多時候都是 那種叫做工商的計較 但是他不想脫掉 那個他原本所 本有的那種精神 還有那種精神 那種歐陸的精神 都始終跟美國的那個 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角力 等於萬年鬥 是誰的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堅囊節 你可以說他已經登陸了美國 但是 美國人叫他去拍攝的時候 他可以一句 我不會拍攝 你們美國現在面對那些什麼問題 我不了解 我為何不拍攝自己了解那些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有這種分歧 因為他不是就這樣叫做一般的 或者想走上一種叫做是 他現在他去這些電影呢 直接是良知性的那些電影 即是說 電影界良心 社會應該是要有這些電影出來 如果那些叫做大公司 不肯投資 我就自己搞 這樣 他搞出來 所以他現在也是神級 當然 你說 那些人喜歡不喜歡看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的 我很坦白說 我自己是一般的 因為 外面的社會已經夠悲慘了 出來有一點點情緒低落 我也是看完不開心的 你也不開心 但我不開心那一部 就因為 被他的戲劇感染 因為他把這個世界 現實世界裡面 不開心的東西 他煉化了變成戲劇 這種技術 我們要做電影人 需要學習 還要留下 無論你怎樣拍一個 流行電影也好 都一定要有這樣的東西 不要多的意思 我們叫做一條背 但不要失敗 但你會不會覺得 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音樂感 少了少少 如果在我來說 如果拍這些 社會寫實的電影 在香港的傳統 就要加上少少少少 加上少少少 一些抽離少少的 我想他這次 他裡面 有些不同了 我覺得他最關鍵 這次他拍的 其實主點 是兩夫妻 他在面對 一家之主 你所做的問題 是甚麼 錯誤的決定 導致家庭破裂 但我覺得他的戲 他想到一個項目 更加正的 就是 他說 你失敗了 你失敗了 但你怎樣去面對下一代 下一代的父親母親 對下一代的感情 我看到是很感動的 尤其是 一個戲裡面 有兩個關鍵 就是 子女的那些戲 輕輕一點 你會發覺 兒子也有足夠的 大家去看便會知道 你會覺得 這個兒子是個好兒子 等於 他有他的理想 不過爸爸慢慢不瞭解 爸爸不瞭解 爸爸不瞭解的時候 爸爸不瞭解 其實我真的 認識 原來有很多東西 我不太認識 即是 爸爸懂得 覺得自己有問題 阿女兒的戲是最厲害的 是 這個也同意 阿女兒的戲 阿女兒的戲是很厲害的 而且你會看到 那個戲 爸爸最珍惜 和他自己最遺憾 就是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陪子女 但是他這個爸爸 已經不是最折惰的 最折惰的就是 動手打老婆 如果他在英國的話 在英國 那些 他堅囊節 沒有興趣寫 那些他沒有興趣寫 那麼極端 他就反而沒有興趣寫 但是我提醒你 我不知道你有看過《崩裂》 你最生氣的那場戲是什麼 在懸崖那裡 在懸崖那裡 其實和這部戲有少許關係 你說 大家如果在戲院那部戲看 找回這部戲來看 是很厲害的 這部戲 就是他拿著電單車 在懸崖那裡 不知道怎麼好 因為他只拿向前 其實我們不知道他生什麼 是否跳崖 或者重新做人 但是和這部戲的結尾 是互相呼應的 我覺得不是大家是故意的 只不過是大家處理的 情況是近似的 因為他應該都不是故意的 但因為戲劇去到那一刻 因為戲名都告訴你 MISS YOU 那件事 你會看到 他那個結局 是一個很悲悲的結局 但是他不拍出來 當然不拍了 他不用拍出來 拍出來就叫做 你不用說老爸 跟著怎樣 跟老婆離婚 那些子女就吸毒 不需要這樣拍法 是 他解釋得太清楚 反而是敗筆 他最棒 就是他寫那個 便條 留給家人 但那個便條 他很棒 如果不說那麼多 大家去看 那裏已經是呂濱 那裏已經是 但問題就是 你覺得中文譯名 視乎有沒有問題 這個譯名 我覺得肯定 如果不懂得演戲的人 一定會進去看 對不起 是 錯過你 錯過你 我覺得 因為這個是很值得思考 因為我們上兩節講的 那個譯名就不好 這個我其實就很矛盾 那個矛盾就是 怎樣譯呢 Sorry We miss you 我就覺得不需要跟著他 不是啊 是譯不到啊 因為他語帶相關 是啊 你會發覺 你看完電影的時候 你就被這幾個字 心心鎖住了你的 那個導演呢 他用這個英文這個 就沒得頂了 是 但是你用中文 你拿不到一個導演 是未夠的 拿不到一個導演 還有如果你感譯化 即是 你直接不會 那些人聽到一個名字 我自己也麻煩的 你叫我看 即是你說 你推薦我 你這是什麼戲來的 大哥 我第一個反映 這是什麼戲來的 他 我覺得他很著意的 這個 我想他改的時候 現在好不好呢 其實最關鍵呢 有時候你會發覺 外文 還有那個叫本土文 始終可能有時候 有一個 有分歧 因為我那句錯過你 我也想錯 還有個個有這些的感覺 就是過去式 錯過你 是可以的 但是 你這樣看的時候 是什麼的 因為我這樣看的時候 對不起錯過你 就是 戲名一個 進去的時候 看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糟糕了 所謂糟糕 不是說 那部戲不好看 是因為那種悲劇感 是 有些令你很難受的 那件事出來 你剛才說的那個 我覺得 因為我講的時候 老老實實 我也叫做 技窮 對於改名來說 還有我覺得台長 你就是 好了 因為你 你就很心心地 碰到這個 那裏 也可以問一些聽眾朋友 他究竟覺得 這個名字好不好 我覺得 他是很貼切 但是 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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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 將這個表態好出來 這個也是我第一次講的問題 譬如你好不好 在影評和影片上來說 有兩個不同的標準 譬如你不理不理 你三七二十一種 戲名令到你入場 那你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戲名令到你入場 那你聽完那個說話 之後 你都完全不記得那件事 那些人怎麼會入場 除非你知道 CAN ROACH 如果你是CAN ROACH 還有口碑 這套片 看完這套之後 這套片可以 但在現在這個時代 口碑 就 指不到咳 不夠 未來兩星期間 不可以看 口碑 如果你有心想幫那些 是有雷霆一擊的 是 很快去做 因為不能夠經過 像以前那樣 以前可以鋪 鋪一兩個月 不是 一個星期 其實都多數 一個至兩個星期 其實人家是三個月的 人家做那些 外國那些 叫做主流片 應該去做 是三個多月的 我看南韓的電影 為什麽這樣不行 他們是 好像有五十八日 基本的 去放 即是首輪 跟著 去到二輪 你只是在整個 business 裡面 會完善 即是主流片 現在不是 現在香港 是一個殺戮 戰場 生死 即是完全 很靠你的票 即是 譬如說 你三天不行 那已經三天要剪 是的 所以 譬如這部戲 其實 我覺得這部戲 在香港裡面來說 基本上 它都可以做到 一個月左右 即是 不是有這個疫情 突然之間 停的話 你都看到它 打算去做 但這個言論是什麽 因為Kanloch的名字 很大 很多人慕名而看 但如果譬如說 你舉個例子 一個沒有那麽出名的導演 他拍攝同樣的題材 他拍得這麽好 那就是 因為我以前 我亦都很感慨 譬如 他們那時候 應該是安樂 他們都有 持續地請我看 一些視影場 是 有些印度電影 相當之高水平的 拍到 即是 跟這些 有一樣的 我最深刻的 一場有一個 官司 即是 那個印度片 是拍得相當好的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這個時代 即是 即是 除非你說 特意的院廂 肯拨一點 空間和時間給你看 否則你很難 會看到這些電影 是 他要鋪排的 有很多 要鋪排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多些聘請 我們這類的影評人 即我不敢說 我自己是影評人 OK 但是 多些讓我們去看這些電影 我們可以做一些 稍微詳細小的介紹 就變成現在 你看到影評也好 或者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不能將那些 電影的傳統 簡單 譬如說 我們今天去講這個 Candle Show 我就會希望大家 看回以前 英國的寫實傳統 其實這個寫實傳統是很遠的 其實他們從迪庚斯開始 即是對社會問題 拿一個社會問題去發展一個劇情 是為多利亞時的 是為多利亞時的 那你到了近代 譬如說他們無論是小說 舞台劇 譬如舞台劇 一個很著名 就是《Look Back in Anger》 歌曲也拍戲 他們後來這群人 是砌成了名 以及脫離無散階級 但是你到現在 在九十年代打落 Candle Show 他就把傳統再延續下去 這些羅賓漢式的傳統 始終民間裏面 要有一些有狹義精神的人 來利用自己的強項 到尾了 想問你一個問題 為何香港 自從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的魚片之後 基本上我們這個社會寫實傳統 以及這些苦情戲 基本上沒有市場 沒有人拍攝 其實不是說沒有的 我認真地說 九五五年之前 九四、九五年之前 你們會看到 都還能撐住 九五年之後 因為臨近九七 開始變化 變化之後 其實大家都想 還有沒有這些 叫做香港傳統 可以留下來 現在就沒有什麼了 現在就 現在有的 叫做有個心 沒有的 就是那個力 有心無力 有心無力 但是 基本上 我覺得是 有密密做 因為 基本上 你會看到整個亞洲裏面 來講 日本 南韓 那裏 其實有很多 叫做《上下一心》 來解決 《上下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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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人不理 但是有人有心 是 但以前 都可以去到的 譬如你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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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九七之前 都仍然有很多 叫做小品的製作 碰到一些人情味 有些東西出來 而且它有一個 叫做市場的考慮 是否以前日本人說過《樹民電影》 是的 不是日本人說的 是我們的 這個《樹民電影》 我們傳過日本的 《樹民》 就是《萬子》 《萬子》 《港》 《樹民電影》 是很關鍵的 其實 現在 跟大陸的電影 為何會這麼不同 剛才所說 那個叫大眾電影 這個不是說 有一個貶義 但是他們喜歡大眾電影 但是《樹民電影》 是有觀感的 有遠景 開始步入小康時的那種世界 向上 是的 香港那時候 其實在戰後 也有一個小康的世界 其實這是上海 大陸來的小康世界 但你看到的 50年代尾 那些電影真的很苦情 是的 但是它是樹民 是的 到了60年代 打後抹其身 就是開始向上 你看到 其實真的反映到 整個社會的變化 但是現在香港已經沒有 即是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這個觸覺 是的 濕淚了那些東西 其實有一個主題 就好像入香港 就是壞一層樓 就搞得這麼嚴重 如果不是壞一層樓 應該不是屋子 應該說 是的 另外香港 大家想想 那是否值得去探討 或者有沒有提材可以拍 即是失業潮 是的 即是 那些人沒有東西做之後 怎麼搞呢 是的 那是一個很 我想是一個寶藏來的 但是基於現在的形勢 沒有人會想去碰這個題材 是的 是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 你今集就介紹一個好片給大家 是的 那幾圖 下個星期要說什麼呢 我交個任務給你 好 要說什麼題材 你猜不到 但是你很喜歡聽的那些 好嗎 好 只是你才剛才說的那些 好嗎 那都要我剛才說的 OK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雖然戲院散了 是的 但是拍一些情報 還有情報 還有情報 下個星期見 拜拜